大家好,一般温度持续达到30度以上了 那么我们的黑法师就会进入休眠 但是很多花友又不懂怎么判断黑法师是否有进入休眠状态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两个特征 就能够轻松判断出来 那么首先在黑法师进入休眠状态之前 我们要先用这个二枚林给它土壤杀刺菌 一般的话我都是给它浸盆处理 这样可以杀灭盆土里面的病菌 因为如果你不做好杀菌工作 你在夏季休眠期给它控水的话 很容易出现伤根 再加上根系就很容易感染病菌 导致根腐禁腐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这个二枚林给它浸盆处理 然后我们要逐渐的给它减少胶水 逐渐的减少光照 那么做好这些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两个特征 就能够判断它有没有进入休眠了 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摸这个黑法师的叶片 黑法师在旺盛生长的时候 叶片是比较硬朗 而且叶片是比较厚实饱满的 但是进入休眠期 叶片就会变得有点发薄 有点发软 而且底部的叶片也开始消耗 像这样子变薄 然后慢慢脱落 这就是进入休眠状态了 这个特征就是观察黑法师的头 那么在旺盛生长的时候 它的头会敞开 然后会摊开出来 但是如果在进入休眠期之后 它这个叶片就会慢慢的包裹出 像把它包住一样 这样的话就是进入休眠状态了 进入休眠的黑法师 我们也会要马上断水 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减少胶水 然后要把它移到一个阴阳通风的地方 不要给它强光直射 这样才能够顺利愿下 好了本期就分享着你 我们下期再见